大家好,我們是Magical Generation 這次很開心,我們就進入阿里巴巴2018 電商青年節創業比賽的決賽 所以我們會在這條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的商業想法 首先,我給大家猜猜 對了,其實我們是賣offer supplies 包括有Laptop Case和多功能的時報 他們獨特之處除了好用之外 裡面會有獨家設計的動物PETASA logo 其實我本人很喜歡動物 而且很關注動物保育權益等等的問題 所以我們很希望 宣傳售買這些產品的時候 可以提升大眾對這些問題的關注 同時我們很希望和國際保育機構合作 推出這麼多產品之餘 我們都會把部分的收益捐給他們 我們都會使用不同的平台去促成B2B交易 而我們最主打的平台就是阿里巴巴B2B交易平台 大數據是大勢所趨 而阿里巴巴B2B交易平台可以協助我們收集數據 例如阿里巴巴的B2B電商市場報告 是得出哪個國家在中國的進口額是最高 和買家需求上的變化 從而制定目標顧客和產品方向 除此之外 我們也可以使用一大通的平台獲取 專業低成本的通關物流和金融服務 而成信通、金牌供應商等計劃 可以有助我們去建立買家對我們的信任度 除了阿里巴巴B2B這個重要的交易平台之外 我們也會透過香港某法局 以單物量小和O2O的推廣模式去吸引國際買家 社交媒體方面 我們會利用Facebook和Instagram 去達至B2C引領B2B的反暴 文稱甜美形象的素材 可以有助我們在顧客之間打造口碑 從而提升、誠信度 獲取更多B2B的合作 在外國的宣傳渠道方面 我們會主要用一個出口的形式 將我們的貨品帶到外國 當一些外國的銷售商得到我們的產品之後 我們會用一個比較本地化的形式 去將它打給不同的顧客 另外也有一個授權的方式 就是外國的銷售商 可以購買我們產品的專利產權 然後將它印刷在他們的商品上 從而銷售給顧客 其次在本地方面 我們會將我們部分的盈利 去捐給一些不同的外戶動物組織 當商家購買到我們的產品的時候 我們就會給一些不同的印章 或者是小卡扁他們 以證明他們履行了社會企業的責任 其次就是 當我們將運用B2B的平台 賣給商家的時候 商家可以直指宣揚一些不同的外戶動物的訊息 各位社會的關注 我們的計劃暫時說到這裡 決賽見啦 拜拜 拜拜